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米老板岁数大了 如今工作几乎都交给儿子搭理 他虽无法参加祭典 却非常期待一生安的饭团 从米店出来 小仙一行人准备打斗回府 谁知几个决者轻浮的男人拦住了小仙 自称是今年负责台神教的教父 他们想让小仙坐在教子里 说着一人居然把手搭到了小仙肩膀上 小刘伤气的甩住他的手 眼见双方要干架 小吉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劝住了双方 小晴收到一张初中同学聚会的邀请函 小姐妹打圈道 初中时有没有喜欢的男生 小晴羞态的说 有,是足球队的队长藤木 小仙把教父的事讲给真老板听 真老板说 那些家伙确实不懂礼貌 是居委会为了祭典热闹请来的 叫做什么喧闹神教 平时就是一帮干体力活 或者开卡车的家伙 小仙请真老板帮忙回局做神教的事 真老板答应试试看 说话间 小晴走进了小酒馆 显得不太开心 结果从小酒馆出来 小晴就喝多了 他对小仙说 今天同学们取下我是煮饭婆 就像古装剧一样 总觉得大家都变得非常潇洒老练 只有我被留下来了 刺着一个陌生男人在一圈外面咔嚓咔嚓猛拍照片 小吉等人冲出去问他为啥擅自给房子拍照 男人看到小晴连忙走了过来 感情他就是小晴曾经暗恋的足球队长藤木 藤木如今是某美食月刊的编辑 专门报道食物相关资讯 小仙说一圈不接受采访 藤木却摆摆手 我今天并不是来采访的 只想问问小仙如何让米饭变得更好吃 小晴很诧异 昨天你说用稻草来烧饭 我感觉你很专业 小晴有些不好意思 小仙就开心的说 请务必尝尝由小仙煮下的日本第一米饭 很快小晴开始用稻草煮起了米饭 藤木烧炉全程一直在拍 小仙让小鸡取两个碗和配菜味蹭过来 米饭煮好了 藤木感觉米饭都在闪闪发光 小仙轻轻把还没有拌开 以充满水分的米饭咬到碗中 递给藤木 让他把另一只碗密不留分的盖上去 双手合用 前后左右用力咬动 似乎听到了咕咚咕咚的声音 小仙笑着说 这是一栓的隐秘菜单咕咚饭 之后再将米饭像科技蛋一样倒入碗中 配上三种配菜味噌 藤木夹着味噌吃了一口米饭 感叹真是太好吃了 并对小晴煮的米饭大赞绝妙 临行前 小晴一代嘱咐藤木 不要把这些看灯的杂质上 看着藤木远去的背影 小晴默默的说 他以前很瘦 给人感觉很清爽 虽然现在也面目全非 但当我说起用稻草烧饭时 只有他没有取消我 自从头目走后 点米饭的客人便日益增多 小晴整天舍得烧炉边忙个不停 很多客人除了咕咚饭和派菜味噌 其他菜品一概不要 大家觉得很奇怪 因为咕咚饭是只有常客才知道的隐秘菜单 小仙询问客人 是从哪里知道咕咚饭的 客人说的小仙听不懂 小晴上网一搜才知道 是藤木把一山的咕咚饭写进了博客 而且连小晴的照片都有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 原来已经赤字一声安 根本经营不下去 比起这个 因一时兴趣而来的客人增多 导致熟客不再光顾 会更加让人恐怖 小晴好过意不去 当即拨打藤木的电话 却被转到了留言箱 次日小晴发现稻草不够了 请小晴再去订购 小晴据说 新购稻草得等下月了 每月只能订购一次 小晴因为考虑到计点要用 特意增多了稻草的储备 却没料到米饭订单激增 觉得十分抱歉 小仙忙说 不是小晴的错 亲自跑去米店 拜托米老板的儿子 帮忙联系农户订购稻草 小老板却说 只有一生安采用稻草 因此他们的采购途径 也只有一个 小仙想拜托米老板 帮忙想办法 却被小老板回绝了 本来已经够烦了 没想到喧闹神家的大叔们又来了 在客房里不停地吃 他们询问小仙 做神家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小仙说 已经拜托真老板拒绝了 他们却说 根本没听说 被他们这一顿海吃后 一生的稻草已消耗殆尽 小仙想再去拜托米店老板 或去农家看看 小吉说 这里是东京正中央 找农户太难了 我老家应该有 小情说道 但小情的老家 在新县没有车 根本去不了 小情歉意地说 祸是他闯的 即使偏上性命 他也要想点办法出来 第二天 一生安歇业一天 小情找到藤木的杂志社 发现藤木还没有申掉补课 藤木说 最近很忙 还没来得及申 小情跪地 肯觉得开车去新鲜拉稻草 现在飞车过去 赶一夜通宵应该来得及 藤木却说不行 因为明天是节稿日 他让小情先用柴火来烧 小情气得大叫 绝对不行 引来了众人异样的目光 然而藤木最终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得知小情失败后 大家非常失落 这时清师父祭祭 真老板有辆小货车 让小剑与真老板一同去新鲜拉稻草 傍晚真老板就打来电话 告诉小仙 告诉公路因事故被封 他们只能走俯路 可货车的蓄电池又没电了 小仙焦急万分 居然想拆掉房顶上的茅草 代替豆草 被清师父劝住了 看到小仙如此为难 小情提议用柴草收饭 烧柴做饭是件很简单的事 可一旦做了 就失去了一山保持到现在的一种精神 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打紧 但让一次步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我非常理解小仙的做法 可是这难道不是落后于时代吗 小情的话不禁让大家感到骇然 傍晚小吉发现小仙不见了 招呼大家搜遍了一山的买格角落 都没有小仙的踪摇 他怀疑小仙去找稻草了 小情很自责 觉得是自己的话刺激了小仙 之后大家分头到小仙长期的酒馆 和商店街的商铺寻找 却始终没有结果 次日清师父和静姐得知小仙失踪后 急着准备报警 但当大家跑到门口 却发现小仙带着真老板和小剑走了过来 小仙笑着说 我去接真老板了 也拿回了好多稻草 正说着一辆大货车 就载着满满的稻草 和真老板的小货车舍了过来 原来喧闹神家的教夫 都是货车司机 小仙拜托他们 去帮忙拉回了稻草 此时藤木也开着车来到了一生安 小晴刚要发作 藤木就打开了后备箱 我是来道歉的 我连夜去了乡下朋友家 要来一些稻草 本想在多装 可实在装不下了 没有稻草 小晴就做不出那么美味的米饭了 听吧 小晴释怀的与藤木一起搬起了稻草 小仙走过来 安慰小晴 这下又可以吃到小晴煮的美味米饭了 小晴盲为昨天的话道歉 小仙就说 没关系 我没放在心上 还有你不是被流星的内稿 只是没有改变而已 没有改变的你 才是最完美的 之后小晴为藤木详细讲解了稻草煮饭的全过程 稻草是煮出好吃米饭的法宝 但稻草也有一个缺点 人绝对不能离开半步 藤木听后更加敬重小晴了 不一会儿香喷喷的米饭便出炉了 藤木拿着小晴亲手做的饭团 开心的离开了一生安 而此时千诚神师的祭祇点也开始了 后厨将美味的饭菜准备妥当后 加入了做饭团的行列 小晴说 饭团被称为神饭团 是为了感谢米神和土地神 同时也会让品尝的人感到快乐 让人与人的羁绊更深 一切准备妥当后 大家来到院中拍手欢呼迎接神教 舅父与邻居们吃着一生安精心准备的饭菜 个个赞不绝口 此刻小晴等人才知道 原来是小晴拿做神教等的条件 才换回用货车运回稻草 眼下教父们也朝着小晴走来 提做神教之前先喝几杯 这下雨给我放心了 和小晴拼酒 这帮大叔还嫩点 海连的小晴一杯接一杯 最后竟然让最能喝的教父认了输 绝口不在其做神教之事 而藤木也删掉了有关咕咚饭的博客 小晴觉得是自己让小晴受了委屈 小晴却说能喝到新鲜月光米做的酒很幸福 他听小晴帮忙给米老板送去一盒饭团 米老板尝过后感动得激进露泪 果然一生安的饭团天下第一 有种今年也参加了激进的感觉 真希望今后一直都能吃上这饭团 小晴激怒的说 请尽情吃 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说完请小老板也尝尝 小老板感慨的说 为了父亲明年也能吃到饭团 我会努力经营好米店 小晴回头一栓 发现小晴正在炮制煎鱼片 然后在煎鱼片里倒上酱油搅拌后放进米饭里 再放上研磨好的腊根 用泡好的茶避开腊根 慢慢倒入碗中 就这样拖着腊根煎鱼泡饭就做好了 真是太美味了 小晴看着小晴 鼓励道 不管谁说什么 一身都不能没有小晴 因为你是主犯名人 小晴感动的点头答应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歌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来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